大家好我是PonPon 開服當天的晚上 我還有在開第二次的直播 然後那個時候有一些玩家們 有在跟我討論裝飾品的東西 我這邊來看一下裝飾品 裝飾品這邊首先 旁邊不是有一些什麼50鑽石嗎 那些東西 這是指你把這個一個系列全部收集完了 你可以獲得這個50鑽石 所以大家其實你要自己斟酌一下 就是你也喜歡哪個東西 然後你再來去做收集這樣子 我們這次不是來談這個東西 首先是這個巨大提點塔 這個是可以減少體力果凍的補充時間 所以長期下來只要不暴體 這個效率其實是差非常多的 重點的話就是我們的歡樂遊戲中心和熱鬧遊樂園 這個地標低路摩天輪 你每天都可以產出一個隨機的靈魂石 超級稀有應該是有機會拿到啦 不然如果你只拿那個稀有跟基本這個有點摳了 那我自己今天的話是值得拿到稀有啦 昨天我好像拿的好像也是稀有 然後還有另一個這個歡樂遊戲中心 它這個圓滾滾扭蛋機 扭蛋機一樣是同樣的效果 所以我這邊就都直接把它這樣升上去 就是一個是我們的摩天輪 一個是扭蛋機 另外一個是恢復體力的 我自己個人是確定會長期玩薑餅的王國這款遊戲 所以我才會來投資這兩個東西 那這兩個東西我記得都是4000水晶吧 總共加起來是8000水晶 那因為我自己是有買月卡跟那些小禮包的東西 長期算下來我覺得這個CP值還蠻高的 每天的話我可以多一般玩家兩個靈魂石吧 有基本啊稀有啊 我希望是有超級稀有啦 就大概像這樣子的長期投資方式 好然後再來其他比方說像我們的這個星光之夜 這個東西它是戰鬥結束的時候錢幣量有加2% 就是我們這個大錢的裝飾物 其他的還有像我們的這個芬芳花園 我們這個琉璃的露水花園它這個是加體力的嘛 基礎屬性的一些裝飾物我覺得之後都可以把它升上去 大前提是一些掛機的東西我們要先把它做好 就像我自己頻道有在玩最強蝸牛之類的那些遊戲 相關這種每天可能你可以鏟一點鏟一點的這種東西我都是先把它先做起來 然後長久下來可能效益會不錯這樣子啊 因為像我自己這個帳號雖然 我也不知道這個到底算是好還算是壞 因為我有買月卡跟很多小禮包 然後我現在 氣泡影已經1星了 你看氣泡影這邊 他是1星 那這樣也是1星 紫薰屬是抽到了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其實還缺一個坦或者是另外一個輸出 就是我現在整個的狀況 那有興趣的玩家一樣可以來試試看就是我們的這個摩天輪跟我們的扭蛋機 然後長期下來看看他的效果怎麼樣喔 那簡單的影片就到這邊 然後其他一些關卡或者是一些小小的注意事項的東西 上一部影片已經有提到了 未來薑餅人王國這款遊戲我會把比較多的時間 就是重心我是擺在直播可能跟大家來互動 然後相關的這種重點的補充影片我可能就盡量把它越簡單越好 就時間不要拖太長這樣子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啦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PonPon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